随着富士XH系列在今年发布 那它的产品线就是越来越丰富了 在选择上也是让咱越来越纠结了 今年我用富士相机也刚好整整四年了 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在2022年底的格局下 富士相机到底该如何去选择 希望能够对大家在购买和升级的时候有一些帮助 并且这一期的入坑指南是咱第一次带有新机样片参考的 虽然不是特别多啊全当看个热闹 都是我在测试两个小时之内拍摄的一些照片 那这还得感谢今年富士发布会 它在纽约举办了才有机会第一时间在线下上手去感受一下 刚刚发布还热乎的新机型 顺便呢也在第一时间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随着XH2S和XH2在今年相继推出 富士产品线划分的格局呢就逐渐明朗了 XH这条线在沉淀多年之后终于登上了网位 成为了富士的新旗舰机型 XH1呢是2018年2月推出的 足足等了四年半才迎来了这个XH2和RS XH这个系列呢从一代开始就明显是铁了心 要走专业旗舰机型这个路线的 可以把它理解为富士的顶级配置最好的技术呢 全都给了它了 受众对象是职业摄影师和严肃摄影的小伙伴们 我呢很喜欢它的握杆和尖屏的设计 它也是目前X系列当中唯一带有尖屏的 而且在握杆上很负责任的说 我认为是目前最好的机型 在过去整个富士产品线当中缺乏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一是高速度 二是高像素 所以以前会很少看到野生动物 或者是运动类的摄影师使用富士相机 现在XH这条产品线呢 就是在走这两个高配置路线 弥补自身 射击领域的不足 XH2S呢 它使用代号为HS的传感器 走的就是high speed高速这个路线 机型后边呢 也带上了这么一个S便移区分 不知道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这意思啊 反正我理解为speed高速 这个机型它的定位就是野生动物跟运动类的摄影师 反正如果您是打鸟或者是拍体育运动 只要您拍这个题材跟速度沾边 那选这个型号呢 这没错 对焦速度我测试了一下 确实非常靠谱 添加了动物和鸟类的眼睛识别 实际的使用效果也是非常的惊喜的 和以往的机型呢有很大的提升 当然不能说百分百能对焦锁定上 但整体成功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高了 加上它的高速连拍 让我有了开始拍动物的这么一丝丝冲动 喜欢拍鸟和动物以及运动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 相比较这台XH2S的高速度 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台高像素传感器的XH2 毕竟呢我拍摄的都是建筑和风光 对焦和高速连拍方面呢 其实要求不是很高 而我更想要的是照片的细节可以更好 能够打更大尺寸的照片 在活动现场呢我也小试了一下这台机器 4000万像素是什么概念呢 咱和这个XH2S的照片尺寸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足足大出一大圈啊 喜欢二次构图裁剪的小伙伴啊 肯定是开心了 照片细节呢我也觉得确实有很明显的提升 宽容度方面让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满意的 但是呢仍然伴有轻微的涂抹感 只能说比原来咱这个2400万像素的时候强了不少 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 在植物上就会体现的特别的明显了 而这台XH2它主打的也是高像素的8K视频 总之咱只要想要这高像素 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 选XH2就对了 其实它的这个连拍1秒15张 我感觉也是挺够用的呀 所以如果小动物拍的没那么多的话 不妨您也试一下这个XH2吧 值得吐槽的是呢 随着这两个新机型的推出 似乎就掀起了一股的镜头换代的这么一个高潮 因为想要发挥它们的极致性能 还得为它们配上量身定做的镜头才行 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个老的镜头就完全不能用了啊 只是说由于技术的限制会影响这两台机器的发挥 所以在选择这个机身的时候呢 您也别忘了顺便看一看镜头和它们之间互相搭配的一个情况 对于职业摄影师的话呀 直接首选这个XH2这两台相机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系列确实在目前来说各个方面的配置都是最顶级的 当然它这个价钱也顶起来了 您如果打算购买别忘了考虑一下相机的配件和后期周边的一个成本 CF Express内存卡呀真是不便宜 手柄和风扇我感觉如果您是拍视频和竖拍比较多的话 一个也少不了都得买 电脑能不能跑得起来这个8K素材的后期处理 那这些都是潜在的成本需要去考虑 在此祝每一位富士小伙伴都能够多接单发大财 咱得对得起咱附加子弟这个名字是不是 XH既然定位在了职业摄影师上呢 它必然就少了一些可玩性 外形呢也比较的偏向于傻大黑粗干活的类型 如果咱不接单对高速和高画质也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我倒是觉得XT4这个系列呢仍然是最值得购买的 那这个系列呀算是锁死的复古造型和全能拍摄这条路线了 视频和照片的画质呢也是仅次于XH那条线的一个素质 再加上从这个XT4开始它就采用了全新大容量的电池之后呢 续航要比其他的机型都要长很多 再者呢它还加上了机身防抖这一点 所以说它仍然是富士招牌产品线 一点都不过分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复古系列的造型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顶端的拨盘设计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就是对焦模式的快速切换 当然如果您很喜欢这个系列 但是呢又有点囊中羞涩 那目前XT3在价格合适的前提下啊 还是可以尝试购买的 只不过现在呢一定停产了 只能买到二手的 但是呢如果您是打算拍视频的话 相信我买XT4 防抖和这个翻转屏幕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只不过现在购买这个XT4呢可能会有些尴尬 要么呢咱就再等等 也许出了5之后这个4就降价了呢 或者说干脆就直接买5得了 以现在这个4的价格来说呢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XH2要更划算一些了 确实我也是这么觉得 没差多少钱呀 1999买4000万像素7级防抖 我真的也是动心的不得了 那如果XT5出来之后 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的一个平衡 那么我认为XH2真的会成为一个抢手货 所以我说咱们再等一等 复古这个系列呢 银色会比黑色更容易掉漆一点 其实黑色呢也挺酷的 只不过银色确实回头率高 我经常被别人问 哎您拿点什么相机呀 不过自打这两个颜色我都用过了之后呢 我就打算以后都买黑的了 当然XT302代这个系列 其实也能算是复古造型吧 虽然它没那么彻底的复古 手感呢也会偏向于扁平化 所以握感不是特别的好 大拇指会有点不知所措 无处安放 这个系列其实一直属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但是由于二代推出后 添加了全新的胶片模拟 让它在近期呢突然变得 有那么一点热下来了 如果您执着于复古造型 不想买二手的XT3 而且还想要这个新的胶片模拟 或者觉得XT4太贵了 那么XT30二代就是您最后的绝将了 其实呢它可以搭配一些小配件来提高一下握感的 比如说皮套或者是快装板什么的 XT40吧 我觉得至少半年内不会更新 否则它去年就不会推出这个二代了 X Pro呢可以说是富士复古造型当中 最纯粹最有情怀的一个系列 目前它这个最新型号呢是X Pro 3 明年我认为有可能更新吧 无论外边世界画质和高速打的有多激烈 X Pro始终都坚定的认为自己就是一台数码胶片相机 风格屹立不倒 旁周设计独一份的这个混合式取景器 爱着对了 相信看上这台相机的小伙伴啊 想都不用想直接就按下购买按钮 如果我只拍摄街头摄影的话 肯定买它 机身防抖啊 基本上就是富士新机型的一个标配了 您看新出的这几个型号它都有 实际用起来呢 我确实也觉得还挺有必要的 快门速度呢可以压到很低 有效的降低了拍虚的几率了 像三十分之一秒以下的照片我在XT3上都会特别谨慎的去拍 但是呢在XS10身上呢就变得容易许多了 那如果用它去搭配带有防抖的镜头 效果就会翻倍 拍视频虽然这个防抖也会有一些作用 但是呢肯定是和稳定期效果比不了的 不过对于我来说 轻量化仍然是选择XS10的一个理由 虽然它这个外观啊一点都不富士 但是呢也谈不上特别的难看 看时间长了可能还觉得还顺眼了 在握感上XS10呢非常的舒服 大手柄拿着手腕不累 但是呢在我使用XS10的过程当中 机身发热是一个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问题 像我平时拍摄视频呢 大概都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可以说到半个小时 它就是稳定的弹出了过热的提示了 那我就得歇一会儿然后等个十来分钟吧 才能继续去拍 所以在工作效率上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蹩脚的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的视频工作者 那么呢还是慎重的考虑 毕竟XS10它是一个入门的机型 但是呢如果咱就是拿它去拍拍生活中的片段 偶尔拍点视频的话 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的机身确实特别的轻便 目前XS10呢仍然是富士相机当中 价格最低的机身防抖机型 并且至今呢这台相机还没有出现过打折 至于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它的二代 我个人推测呀 至少得等到2024年 因为在它前面还有XT5 X Pro 4 X100V的下一代 等着呢 作为XS这条线的第一台相机 目前它的各个性能上 其实还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而且呢销量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 刚一上货没几天 马上就又都脱销了 所以您说 它有必要这么快更新它的下一代吗 目前这个富士相机当中拥有机身防抖的机型 有XH2 XH2S 都是最新的这个七档防抖 XT4呢是6.5档 XS是配的是5档 可以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我呢亲自测试了一下XH2S之后 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说 七档防抖真不是盖的 明显手持的时候就感觉到要比XS10稳很多 其实相机玩多了 您就会发现体积越小越好 最好是口袋机 揣兜里就能出门那种 随时拿出来就拍照 这也是手机摄影 为什么近些年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吧 实在是太方便了 富士相机当中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主打轻便的机型 X100V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它不能更换镜头 自然呢 也就没有了去选镜头的烦恼了 当然 它还是可以搭配转换镜头 稍微改变一点焦段的 这个系列 它的优点呢很明显就是简单纯粹 缺点是价格有点小贵 但凡它要是卖1199 我可能早就买一台了 1399的价格 确实会让我有点望而却步 买了它之后 我手里已有的这些富士的镜头 利用率就会变得很低了呀 但是呢 如果您手里是用其他品牌的相机 只是寻求一个文物或者是背机的话 想浅尝一下富士相机的胶片味道 那么这个X100系列呢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未来也没有配镜头的烦恼了 造型也复古 好看 如果既想要便携又贪心的说 想未来多试试几个镜头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X14这个系列 不过X14呀 身材过于小巧 搭配变焦或者是体积比较大的镜头时呢 可能会看上去感觉有点那么不协调 比如我的1655放在XS10的机身上 就会出现放不平的问题 底下呢多出来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X14应该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系列和定焦镜头搭配起来 我认为看上去和拿起来都要更合适一些 除此之外呢 富士还有一个XT100和200这个线 目前已经停产了 又很长一段时间了 感觉未来更新新机型的可能性也不大 没准这条线就给砍了 这条线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很实验性质的 和XA差不多 XT200的最大优点呢 是电子防抖功能 属于一个很入门的机型 以我之前用过XT100的感受来说呢 个人不是很推荐大家去购买了 它的宽容度控制非常的不好 高光很容易过曝 并且在后期即便是拍摄RAW的情况下 几乎是拉不回来的 在选择购买哪个机身的时候 您别忘了看一下内存卡槽的设计 像XH系列XT4都是双卡槽的设计 可以同时插两个内存卡 打算去接单和严肃摄影的小伙伴们 数据安全不容忽视啊 当然呢 这仅限于拍照片 拍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放心的挑选 因为视频文件只能保存在一个卡里 所以就无所谓了 我认为选择购买富士的小伙伴们 多半都是先被外形吸引 其次就是胶片色彩 那么在外形设计和性能上 就要做出一个取舍 要了这个就要不了那个 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自己称心的机型 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功能其实咱们未必都用得上 所以呢 不必太在意硬件的参数 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买一个比较新的型号 先用起来 不合适再换呗 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XT5 无奈它并没有在9月的发布会中上市 否则呢 我非常有可能 一激动就下单买了 确实呢 有点小失望 虽然没发布呢 冷静下来再想一想 其实也许自己未必真的和需要它 数码产品最新出的型号啊 肯定是更好 那这一点毋庸置疑 您只要是到店里这么一摸 和小伙伴一聊 上网一看 完了 特别想买 要我说呢 还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这不是我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期视频 闹得我自己都很想买一台了 本来我是奔着这个XH2去的 结果到了人那一摸 这XH2SA也觉得挺好 您看 有时候这个冲动消费啊 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呢 一定要控制住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虽然这是一期选购指南的视频 但是呢 我仍然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消费 冷静入坑 咱们呢 还是继续玩摄影吧 看太多设备 反而静不下心来 多多不透明 忘了 这个冲动消费 一蹟 多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